毛豆不够鲜又把童子鸡炒老了吧 只需要注意这几步让你炒出来的童子鸡又鲜又嫩滑 沿着关节的地方将鸡爪子取下来 我们把它的脚趾夹给修除掉 所有家禽类它脖子上面的鸡就不要食用了 鸡翅肩也要把它去除掉 好的童子鸡呢 它的皮色一定是呈现一个天然的颜色 鸡腱组织非常的有弹性 这款的童子鸡是散养125天的无抗童子鸡 打开了之后呢颜色非常的鲜亮 非常的新鲜 放到流动水下面呢 把鸡的内藏清洗干净 要保证童子鸡纤维的第一步呢 我们首先要把它鸡尾部这两片鸡油保留下来 锅中呢少放一点点的油 将青椒来煸炒一下 青椒煸好了之后呢 这个油里面有一股浓浓的青椒的香气 剥下来的鸡油放到锅中 开中火慢慢的熬制一下 有了鸡油的加持 童子鸡呢它会更加的香 可以明显的感觉到这个鸡油呢已经剥下去了 将姜片呢也爆香一下 切好的童子鸡放到锅中 开中火大概呢 编个三到五分钟 编到它表面看不到血水 迅速的加一点黄酒 然后加上锅盖 让其他在锅中焖个三十秒钟 再次的拌炒均匀 加入葱结 放入适量的开水 开中火焖烧个十分钟 哇塞一股非常香的鸡香味道 不比而来 把葱结撩出来 这个时候再将新鲜的毛豆米放到锅中 中火焖个两到三分钟 加入六克左右的食用盐 胡椒粉呢不能多 前面煸好的青椒拌炒均匀 汤汁呢还是稍微的宽一点比较好 吃完了之后用这个汤汁来拌饭 那是一个绝啊 陶醉厨房你的厨房买客